百萬中產逃出中國引起各國恐慌 坎貝爾擔任美國副國務卿如何影響美中關係 費良勇分析中產階層為何亦都逃離中國 台灣友邦危地馬拉要與中共建交 台灣提醒不要相信中共 海外華人向法輪功創此人李洪志先三百年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2月8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我是王曉祥 自從我們的頻道推出三高代謝寶以來 我們不斷收到正面反貴 張先生購買之後留下五星級的用戶好評 他說良好的購買體驗送貨也很快 目前效果多好下次還會購買 來自美國德州的李先生 為他的太太購買了三高代謝寶 僅僅一個月他的血糖就從7.1降至6.4 他覺得效果很好已經回購了三次還送給朋友 三高代謝寶不單是針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等問題的保健產品 它還是一種全面的保健方案 透過激活身體的自我療癒力 來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質和精神體力 也顯著提升了肝臟和腎臟的功能 三高代謝寶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選擇 想了解詳情請上健康520網站 大量中國人湧向泰國、美國和日本 日本首都曼谷市中心一條街上 到處可見中文牌匾 看起來就像是中國的某個城市 中國人偷渡闖入美國過境的消息 更被美國CBS新聞以專題報導 面對中國每況愈下的經濟社會形勢 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正拼命逃到海外 CBS的黃牌新聞節目《60分鐘》 最近聚焦美國非法移民 禁房走線的中國人通過美麥邊境 一個闊口進入美國 這個闊口闊度是4英呎 大概1米2 當地人稱為聖遊大闊口 CBS記者在4天內 見證了近600人穿過闊口闖入美國 其中中國人的人數增長最快 CBS的報導說 走線的人包括救私、銀行界的人士 小企業主和工廠工人 其中一些人屬於中產 他們是通過抖音了解到這個邊境流動 在記者隱蔽拍攝的鏡頭下 記錄了十幾個華人 穿過邊境圍欄的闊口 一名中年女性用普通話和CBS記者說 在中國很難找到工 她賣了房子用了4萬元偷渡進入美國 曾經擔任邊境援助人員的薩姆 索爾茨告訴記者 她接觸過的中國移民通過兩種方式抵達這裡 一些人是直飛墨西哥 這部分中國人數量有激增的跡象 還有一些人先飛厄瓜多爾 然後走綠路乘巴士穿過南美洲和中美洲 最後通過這個闊口進入美國 他們的護照上面只有阿瓜多爾的印章 索爾茨提問說 如果遠在7,000英里之外的中國人 都知道美國南部邊境的圍欄上面 有一個4英尺的缺口 那為什麼美國政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呢? 先不提美國政府對非法移民的態度 只是聚焦中國人大量逃出國門的這個罕見現象 彭博社也關注這個問題 彭博社的報導說 在經濟衰退和習近平高壓統治的推動之下 自2019年以來 已經有超過110萬人 離開中國去到日本、越南和泰國 其中最主要的群體是中產階級 例如科技的技工 企業老闆和專業人士 在曼谷市中心的一條街 因為地形像一條龍 備受中國移民的歡迎 現在的街頭已經全部都是中文的牌匾 就像中國的一個城市一樣 彭博社說 曼谷這處街景的變化 突顯了中國疫情之後 移民激增 對全球帶來的衝擊 在日本沖繩 當地的一名居民說 他現在每個星期都會收到 房地產公司想買樓的信 這個很不尋常 當地的樓市幾十年來一直都很穩定 他說 我感覺我們正處於崩潰的邊緣 大批的中產逃出中國 之所以衝擊巨大 原因之一 是他們帶走的資金規模巨大 法國的一間投資銀行估計 單單是2023年 中國移民就帶出1,500億美元 彭博社說 這個可能會對全球產生變革性的 有時是不可預見的影響 這種變化 對中國以及中共政權的衝擊 也可能是變革性的 一名從中國去到新加坡的 程序員雅各報告訴記者 自己的決定不僅是出於經濟考慮 他不希望讓他的女兒 學習共產黨的意識形態 不希望他的女兒 被灌輸對共產黨忠誠的理念 雅各報說 事局已經出現變化 我曾經在中國享受的中產生活 目前正處於危險之中 美國國會參議院2月6日宣布 亞洲事務高級助理坎貝爾 出任常務副國務卿 接替去年退休的謝爾曼 坎貝爾是拜登在印太戰略的重要操盤手 曾促成美國、日本、印度、澳洲的四方軍事合作 對中共的立場屬於強硬派 坎貝爾強調美國和中國競爭的同時 並不希望衝突或對抗 他被認為是中國問題專家 坎貝爾成為美國外交的而把手 會否影響到目前美中之間的關係呢 對此 本台記者在7日 採訪了台灣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系教授王宏仁 他表示 提名坎貝爾做副國務卿 亦令美國的盟友夥伴放心 拜登政府並沒有因為處理俄烏戰爭 以色列哈馬斯衝突這兩大危機 而忽略了中共的挑戰 他說 現在坎貝爾的加入 他本來對印太地區的事務就很熟悉 特別是他在聽證會說 我們要注意中國的行動 美國不能再忽略南太平洋的那些賭國 南太平洋不能只靠澳洲來固守 因為澳洲最近的態度有點奇怪 有點想要討好中共的感覺 剛剛坎貝爾可以去微捕這一塊 就會對台灣在南太平洋邦交國的固守有幫助 所以美國可能會透過GCTF 這種全球合作協議的框架去做鞏固 或者是美國直接介入南太平洋島國內部 和中共的這種軍事資源競爭對抗 王宏仁認為 中共已經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目前處理中美關係非常重要 他說 拜登政府過去三年多的佈局 都一直重視印太地區 即使是中東地區 俄乎戰爭發生軍事衝突 拜登還是固守在印太地區 因為他們有一個很清楚的認知 就是 中國 還是將來美國最大的威脅 他當然是希望 不要因為歐洲的戰事 中東的戰事 影響到他們在印太地區 已經做好的這些小多邊的部署 在印太地區 他沒有辦法像歐洲的北約 或者是歐盟 這種比較多邊的組織 一方面有印太地區國家之間歷史上的不合 另一方面有中共的強力阻撓 所以美國很聰明 他就做這種小型的 特別是從三邊關係開始做 或者是雙邊關係開始做 所以美國加強美、日、韓 加強和東南亞地區 和南亞地區 比喻是印度 比喻是澳洲的合作 在中共的政治高壓之下 近兩年來 中國各個階層的民眾 紛紛逃離中國 前往自由發達的國家 而中有相當一部分民眾長途拔恕 歷經艱險偷渡逃亡到美國 他們當中不乏中高階層人士 那是什麼原因 令他們拋家氣業逃離中國呢? 對此 本台記者採訪了全球支持中國 和亞洲民主法論壇理事長費良勇 他說 因為每個人 他的內心都是追求自由的 這是肯定的 那既然你內心追求自由 自然就會反專制 每個人天然就有反專制的這種心態 或者說這種傾向 所以 中共走向專制 大家肯定不喜歡 而美國 確實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國度 人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水往低處流 人往高處走 哪裡幸福 我就去哪裡舒服 這個是最基本的人權 人有千璽的自由 人有追求幸福的自由 北京 危樑勇認為 中共一直用網絡封鎖真相 一旦老百姓了解真相 專制制度就不再存在 習近平肯定會被推翻 他說 反過來,沒有一個美國人去到中國那裏政治避難 沒有一個德國人去到中國那裏政治避難 那為什麼中國人去到美國、去到德國、去到歐洲其他國家政治避難? 為什麼? 那就是因為中共的專制、中國的社會制度不好 34歲的魏先生大學畢業後 一直在蘋果工廠做項目管理 因為翻牆查資料並在網上轉發了一些消息 被警察關押了5天 被迫寫保證書和悔過書 魏先生感到很絕望走線逃離中國來到美國 魏先生對新唐人說 目前我可以隨意說我想說的話 包括批評拜登 如果在中國我是不敢說話的 和好好的朋友想去深入表達一些觀點的時候 可能都沒辦法說 因為大家都是驚弓之鳥 都怕自己會受到牽連 安徽一間大學的退休教授張先生 在國內也過著比較優越的生活 但是因為國內的環境不好壓力太大 他也走線來到美國 他說 我自己是因為傳播基督教 經常受到警察的干擾 再加上國內到處都是欺騙、不公和打擊 幾次簽證都失敗 見到沒有希望了 不想再這樣捱下去了 魏然就走線來到美國 2022年有超過2萬4千名中國人走線進入美國 超過前10年的總和 2013年1月至9月 2萬多名從墨西哥非法入境美國的中國人被捕 幾乎是前一年同期的13倍 台灣大選之後中共加大對台施壓 繼老佬與台灣斷交轉向與中共建交之後 現在又傳出台灣中美洲友邦 危地馬拉外長宣布 考慮與中共發展正式貿易關係 但是會繼續與台灣保持合作 由於危地馬拉新總統阿雷雅諾曾提到 不能忽視中共的實力 外界擔憂這是外交警訊 台灣立法委員黃定宇提醒邦交國不要相信中共 事實證明他們不會遵守承諾 台灣中美洲友邦 危地馬拉的外交部長馬丁涅茨證實 正在考慮與中國建立正式貿易關係 並且設立相關辦公室 新總統阿雷雅諾在競選期間就多次表態 希望與中國發展經貿關係 但是他也強調無意與台灣團交 認為保持台灣與危地馬拉邦交的同時 與中國接觸絕對可行 對此 台灣立法委員黃定宇表示 我想台灣與危地馬拉的外交關係 目前非常穩定 1月份 吳超市部長設置參加他們 新任總統的就職典禮 而危地馬拉的新任元首 也表達要全面與台灣維持邦交關係 以及持續的發展 我們當然也尊重我們的邦交國 他們基於他們國家的發展 以及無論是任何國家 包括中國進行商務的往來 我覺得作為朋友 我們不阻止任何好朋友 在商貿上尋求他們國家的利益 我覺得我們要給予尊重 不過 黃定宇提醒邦交國 中共是不值得順來的 他說 我還是要提醒好朋友 中國如果以政治思考的經貿關係 通常會令到與它做生意的人得不償失 看看一帶一路 多少國家等於犧牲了主權 背上了龐大的國債 再看看中國 為了搶走台灣的邦交國所做的承諾 幾乎都是不斷走單 沒有兌現承諾 甚至於為謀其利 反受其害 所以 危地馬拉是台灣的好朋友 我們珍惜朋友的情誼 2024年 甲晨龍年臨近 海外華人祝福法輪功創始人 李洪志先生新年好 他們紛紛讚揚法輪功 對中國和世界作出的貢獻 法輪大法治1992年傳出至今 已經32周年 法輪功已經洪全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 為億萬人帶來了身心健康和道德回升 也為混亂的社會帶來了和平的力量 民間人權陣線加拿大主席賴建平對本台表示 在這個新春佳節就要到來的時候 我要祝法輪功的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身體健康、合家歡樂 同時 我要對所有的法輪功學員 表達我的祝福 法輪功在過去的幾十年之中 雖然遭受到中共殘酷的打壓 也付出了巨大沉重的各種各樣的代價 但是法輪功學員表現出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 他們為了理想、為了自己的信仰 敢於和中共這樣一個獨裁專制政權進行全面的抗爭 做出了很大的犧牲和奉獻 回憶起二十多年前 在國內使用法輪功的自由門和無界瀏覽軟件 衝破中共的網絡封鎖獲取外部世界各種信息的經歷 艾建平認為 法輪功提供的方便和智慧 對於被中共長期封閉洗腦的中國人了解世界來說 這是最大的善 加拿大華裔作家承雪也說 現在農曆的農年新年馬上就到了 我和法輪功學員從1999年5月份開始接觸 現在已經25年了 我真心認為 法輪功學員堅持自己的信仰 而且真善忍是於己、於人、於世界、於社會、於所有相關者 都是一個向善的、好的、正的力量 所以我祝福李洪志先生 以及所有法輪大法的學員 浪年快樂吉祥 成雪表示 中共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 也讓世界認清了中共的邪惡本質 他說 中共對法輪功群體進行了一個殘忍的、毫無底線的 可以說是打破了人類歷史底線的鎮壓行為 特別是對過百萬的法輪功學員進行器官活摘這樣的罪行 法輪功學員在這個過程當中 不僅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 沒有退縮 沒有向中共屈服 而且在整個國際社會 做了最重要的真相傳播 對國際社會真是做了力度最大的遊說 而且真是令到整個國際社會 包括很多很多的中國人認清中共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請留言、按讚、分享、分享、 presentation 我們下次再次按讚、分享、分享、分享 多數字幕… 希望大家能否回應